戴希和维欧拉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和一般的双胞胎不同的是 他们俩是一对连体姐妹 他们的父亲沉迷赌博 赌输了就把妻子出气 母亲整日颓废 在怀他们期间还抽烟酗酒 在这样一个破败的家庭里 戴希和欧维拉慢慢长大 姐妹俩容貌美丽 还有着天籃一般的歌声 从小就被贪赌的父亲当作赚钱机器 奔波在婚礼和教堂间 卖畅养家 音乐人马克非常欣赏姐妹俩 愿意捧红他们 姐妹俩暂时没有答应 在一次现场活动中 两人遇到了一位医生 医生很喜欢他们 给了他们的父亲一张名片 愿意免费为姐妹俩检查身体 而父亲却把名片收了起来 他并不愿意姐妹俩去看医生 还想借着连体人的戏头多赚钱 在回家的车上 戴希因为名片的事 嫌疑和父亲打了起来 性格刚烈的戴希决定 给父亲一个叫醒 第二天的婚礼活动时长时 戴希故意闭上嘴巴 不发出声音 立得父亲只好把医生的名片给他 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以后 表示可以为他们免费做分离手术 但是手术必须去瑞士日内瓦做 而去日内瓦的行程 就需要两万欧元 父亲压根不同意 姐妹俩做手术 而且他赌博已经把家底输光 还指望着姐妹俩赚钱养家 戴希痛苦地朝父亲怒吼 我们不是猴子 也不是怪胎 戴希一直都有想做手术的想法 她希望自己能和欧维拉 各自都有独立的生活 能交男朋友 能出门旅行 而为欧拉 却舍不得和戴希分离 姐妹俩从家里偷跑出去 找到一位神父帮忙 但是神父却让他们 参加当地的圣徒祷告仪式 两人无奈 想起来音乐人马克曾经 说过要帮助他们 于是他们坐船找到马克 马克一口答应可以出钱帮助他们 姐妹俩高兴地和众人 在轮船里在歌赛舞 兴奋的戴希和马克在包厢里吻了起来 却被欧维拉打了一耳光 指责他在出卖身体换钱 二人认为马克并不靠谱 就偷了钱跳海离开 却被海浪尖造 父亲在海边找到了昏迷的姐妹俩 经过这次冒险 姐妹俩已经麻木了 第二天两人被带到了生徒的祷告仪式上 他们被迫披着袍子 手掌处还划出一道口子 被当作一种生物斩出 信徒们认为 两人连体的那块皮肤会带来好运 于是蜂拥上来抚摸 人物客人的戴希拿出一把刀子 痛向了自己的胸膛 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反抗 二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当维欧拉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做了手术和戴希分离 她在另一间病房里找到了戴希 二人再度拥抱在一起 经历这么多磨难 姐妹俩终于反抗成功 拥有了独立的身体和真正的人生 我们下期待在这种生物斩出 冰箱里面 我们下期待在几乎